大家好,我是约翰 我们常说人心不足,舌吞响 贪欲呢,你尝到了第一次的甜头 就会想着第二次,第三次 那渐渐的呢,就会被这个欲望给控制了 所以呢,做人贵在知足常落 对于一些福气,我们要懂得有所选择 那今天约翰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人这一生当中不可贪的三种福气 首先第一个呢,也是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 宴福 这一点呢,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我也和大家分享了 好多关于酒色财气的俗语 孔子说,食色性也就是说 食欲和色欲呢,都是我们人的本性 但是往往越是本性,越得克制 食色呢,是为了丰富我们的生活 但是过度的食色就会掏空生活 像是周勇王,沉迷酒色美色 宠爱宝似,为了博美人一笑 风火系诸侯 那最后的下场,我们也知道 众叛亲离,灭国会师 关于这一点呢,约翰还是一直认同苏东坡的观点 可恋不可迷 那既然说到了食,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不能堕贪的福气 那这个呢就是在说,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节制自己的口舌和食欲的话 很有可能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这一点就很好解释了 很多朋友喜欢吃,养东西就会暴饮暴食 那最后的下场就是吃得肠胃不舒服了 正所谓病从口入或从口出,如果说你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的话 一来是会给自己招病,二来呢也会招来仇人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利福 利福就是指我们的利益金钱方面的福气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我和大家分享过的五福 其中一福呢就是富贵 通俗来说呢就是富贵权势 但是物极必反,盛极而衰 这是社会的生存法则 一旦你过度的享受金钱权贵 给你带来这个优越感的话 你的优越感越大 你的失落感也会越大 所以呢古人认为 一不积财,二不积愿 睡也安然,走也方便 做人呢不可贪财 钱多了呢更容易招风 那说了这么多 福气其实并不是越多越好哈 我觉得是恰到好处 人呢要懂得知足而不贪的道理 有欲望不放纵 有钱不挥霍 不权力不害人 这样呢才可以把我们的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